在娱乐圈中许多女明星为了保持完美的容颜,在脸上打上玻尿酸,我们的天后王妃也打了玻尿酸,关于明星在脸上注射玻尿酸的事情,已经是见惯不惯了这种化学物质,确实能够改善自己的皮肤问题。 但是,也是需要像小S所说的那样,适可而止,虽然说,女生都有一颗暧昧之心,但是过于在自己的脸上注入化学物质,也是没有必要的。 王妃自2018年以来,又开始逐渐的出现在大众的眼前了,不仅仅参加了《患乐之城》,最近更是作为一位国宝的守护人,录制了一段宣传视频,里面的王妃一身干净的白色衣服声音,充满魅力。 让人感到十分的端庄大气,可是我们注意到她的脸的表情,都无法表现出来,甚至有些僵硬。 网友们见到这样的王妃,也是调侃到这样的脸,像极了麦克尔杰克逊。 就像63岁的刘晓庆,也是在脸上打了很多的玻尿酸网友们,称其是玻尿酸脸。 像秦岚这样面部表情有些僵硬怀疑,也是打了玻尿酸。 但是这些打了玻尿酸的女明星,无非是想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年轻一些仅此而已。 而小S对于玻尿酸却是有着自己的看法,最近也是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消息。 阐述自己的看法,小S说到自己总是觉得,自己不够漂亮身材很胖,所以才会去注射一些玻尿酸肉毒素等等,把自己搞成僵尸脸测试。